来这四个界词过 咱们再说一次 希望同学们这次真的学会 你看啊 他们的意思上来说 都有什么 都有从内部穿过 表面穿过 上边越过和身边经过 同学们一听一个头八个大 并且经常这个用混 其实你要想啊 他们都跟什么什么穿过有关系 但是他们要结合什么呀 不同的动词 然后这个动词和他们接触 和他们这个联合之后呢 呈现出了动作的不同的轨迹 和使用环境 来感受一下啊 例如从内部穿过 你不能直接用它 一定是和动词在一起用的 感受啊 我们需要步行穿过这片森林 你看动作是 We are going to walk 走路 走路穿过森林 同学们 什么叫从中间穿过 你从森林中穿过 是不是在森林的大环境 和包围下呢 那么你穿过森林的过程当中 同学们 是不是跟你走过门框 跟你什么 跟你穿山洞 穿隧道道理 是不是都是在 隧道 山洞 门框 以及森林的包围下呢 所以这叫从内部穿过 同学们 学飞没 第二个啊 再看 across 它的穿过 也是基于一个动作 不能自己 直接使用 同学们直接造句子 动词都没了 直接去来一个 cross就完了 不行啊 从表面穿过 仔细感受啊 它的位置 除了 除了啊 大同记住 有穿过动作 同时 还要强调它的位置 啊 来看 呃 船服会送我过河的 the boatman will take me across the river 你看 鞋带着我 承载着我 好 从河的表面穿过 同学就非常喜欢硬钢 说那你 你挑河里 那不是在河里吗 你河里就印了 同学们 那是彻底埋伏在河里头 船是整体来讲 还是漂浮在河面上 所以说 人和船都在什么 都在表面呢 同学们 从表面的位置穿过 好 再看啊 over从上方越过 啥叫越过 同学们 越过就是 哎 这种感觉啊 来感受啊 他们刚刚从 这个这个 呃 篮杆上 是吧 跳了下来啊 they just jumped over the fence 感受一下 哎 不贴着 越过的感觉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啊 同学们 感受一下 包括飞机 越过山脉 你看 跟我们跳过这个这个这个柵栏了 是不是都到底是一样同学们 是不是啊 好 再看啊 past 从身边经过 也是低于动词啊 什么要从身边通过 感受一下 他们刚从我旁边跑过 Tom just run past me 你看 跑着 哎 你看从我旁边 哎 经过 包括你坐飞机 经过北京 那个飞机和北京 是吧 那么汤姆从我旁边 跑过 是不是 道理是一样的 是一个大一个小 物体作为参照来感受 对比的话 同学们感受一下 至此 从内部 从表面 越过 身边经过 同学们 学费的 请打一 中师储备 中师储备